欢迎回到民事晚间新闻 2012双英对决 不过这两天却是马总统的副手 吴敦义频频开炮 吴敦义透过几家平面媒体专访 痛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政见空洞 还说绿营执政完全不关心庶民生活 不过今天蔡英文也反抢说 吴敦义的说法很矛盾吧 因为很多政策 国民党都是跟着民进党做的 亲自为全台第一个小英之友会会长授帽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正式宣告大选从新北市发出号角 我们在板桥 让我们的小英之友会从这里正式开始起航 尤其因为这是我们在去年 打过一场很精彩的选战 从这里出发 我们准备在2012年的1月 打一个最漂亮的选战 主帅自信喊话 支持者情绪沸腾 不过对手阵营的炮火也越来越猛烈 行政院长吴敦义接受几家平面媒体专访 针对蔡英文火力全开 质疑蔡英文的政见空洞不扎实 这个执政者是不用心的话 那如果我们的政策是空洞的话 那国光石化的问题 它就不应该叫跟进 那我们这个非自用素材的十价克税的问题 他们也不需要跟进 事实上在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看到国民党在很多的政策 其实都是跟着民进党走 他一方面说我空洞 一方面就说我不够庶民 这个其实是一个相矛盾的说法 吴敦义还夸赞马总统执政 有温柔魄力 民进党执政却不照顾庶民生活 今天我们看各大报都在报导我们对手的讲话 我有时候我也蛮羡慕说有一天我拿 能不能够有这么样的媒体 能够对我这样的报导 我们有小英自由会 有我们热情的支持者 用口语相传去平衡媒体 对手在媒体上的操作 他现在还选一个富翅 我正好朋友 所以我们现在是来说 但是我们就是说你别拆不住了 吴敦义的重号 蔡英文除了上火线接招 一向有吴敦义死对头之称的竞选总指挥 谢长廷火力支援 2012大选开始加温 于是新闻夜启程 蔡荣人新北市报导